杨子一是我比较喜欢的女艺人之一 她真的很努力 本来已经是顶流了 但是她毫无架子 跟她合作过的男演员对她一致好评 她真的很棒 亲和力很强 在长相思拍摄现场 邓维因为在清水镇的戏份要全身包裹着布条 她一进来就说 今天怎么又包成这样子 怎么不一次性跟你拍完呢 那时候天气热 可见她真的是很心疼邓维 很关心新人 也是后来在直播中 她透露邓维因为天气热 她中暑了 也要坚持拍戏 我们才知道当演员真的不容易 邓维自己都不敢说 被杨子给说出来了 可见杨子真的是人美心上啊 邓维真的该好好感谢杨子了 正因为杨子清和力强 才能和邓维合作的妖精夫妇 这样深入人心 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让人羡慕 就像一对真情侣一样让人上头 不过听说清三星要进行补拍 你希望男主角是邓维吗 不过据说是林更新 你更期待男主是谁呢 如果是邓维的话 妖精党又有福利了 杨子与邓维的二搭 肯定看见十足 戏外 邓维对杨子也是十分的信赖和信任 长相思建委会上 主持人给了邓维一页纸 让他现场还原这段台词 因为这段台词涉及剧透 他不知道读出来是否适宜 他第一反应询问杨子 这个可以说吗 杨子看了内容 点头后他才读了 其实这不是杨子第一次帮他把关 还有一次是在直播时 当时几个主演在聊片场去世 邓维想起来一件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是否能说 他再次向杨子求助 金山那场戏能说吗 因为这场戏是两人一起拍的 所以杨子了解片场的情况 他示意邓维可以说 在邓维分享完后 他还补充说了邓维即使正数 晕倒也坚持拍摄的事情 夸他敬业 杨子的情商真的很高 也非常温暖 他还就场过长相思另一位主演 王洪毅在长相思里 实验赤水风龙 他是一位入圈没几年的新人演员 杨子在一个采访里救了他两次 当时长相思的五位主演 共同参加一场采访 座位是前二后三 没想到坐在前面的王洪毅出了状况 杨子用一个很细微的动作 巧妙化解了 王洪毅因为坐在第一排 所以在后排人发言时 总是忍不住往后看 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镜头只能拍到他的后脑勺 这在采访中可是大忌 杨子发现后 趁着别人在发言的空道 悄悄的用手里的扇子 点了下王洪毅的后背 王洪毅立刻明白什么意思 随后转身坐好 才没有造成镜头失误 杨子刚提醒了他要坐好 没想到另一个地方 他又出错了 王洪毅实现的赤水风龙 在距离是个闲眼包 大大咧咧的阳光开了大男孩 他的脑子里没有爱情这根弦 这女孩子的行为太不合时宜 主持人让他说一下 是否认可角色的这种行为 谁知他的发言下的杨子 直接开口拦住 主持人只是让他分析角色行为 没想到王洪毅说着说着 就开始聊到自己的恋爱观 差点把自己的老底儿都给翻出来了 杨子慌忙制止他 并告诉他不要过度延伸 否则会被很多人消耗 断章取义打做文章 邓威和王洪毅都算得上是新人 而杨子从小就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是有很多经验的前辈 他们十分信赖杨子 而杨子也非常用心的帮助他们 邓威出道时间才两年演了七部剧 不过都是男二号 长相似众 温文尔雅的突山景 是很多人喜欢的类型 邓威以前演过的角色里 其实也有这么好脾气的 那就是潇洒家人淡淡庄重的杰克 可惜这个角色的结局 是为了女主牺牲 邓威是一个默默守护的悲情男儿 潇洒家人淡淡庄 由孔雪儿 燕子冬 邓威主演 改编自小说 盛世庄娘 讲述了美妆博主 穿越到虚拟游戏中 搞事业 谈恋爱的故事 邓威这样的杰克 是帮助女主 撕眼搞事业的系统军 也是专属于撕眼的人工智能管家 她温柔耐心 总是在撕眼无助寂寞的时候 默默出现在她的身边 是只属于撕眼一个人的暖心系统 这部剧里 邓威很多不同的造型 现代的 古装的 各为是应有尽有 让人看了个遍 因为杰克是那种温柔类型的 所以邓威的扮相上 大部分都是接近小奶狗的风格 高马尾 西装 束发等不同的造型 出现在她的身上 都很好看 在开机的时候 小说作者都曾经被邓威惊艳到 感叹 如果知道这人杰克这么帅 就不那么虐他了 杰克的结局真的很虐心 他得到了世界毁灭的提示 为了女主撕眼 心甘情愿 进入了无尽的黑暗 杰克那么喜欢撕眼 却大度地选择了放手 成全 因为他只是一个虚拟世界的系统 是无法和撕眼在一起的 为了让撕眼回到现实世界 杰克还告诉了男主 奇观仪破解的方法 随后奇观仪选择自杀 撕眼从游戏中醒来 在现实中再次与奇观仪重逢 可怜了那位温柔耐心的管家杰克 永远地陷入了 没有撕眼的黑暗世界 等位出道 演的几部剧 就算人设各不相同 高冷 温柔 逗逼 应有尽有 最火的咱还是涂山井了 随着第二季的开播 势必会让他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可惜 第二部删掉了警卫小妖 解开心结的高光 好在最后的结局和小说一样 妖警经历了那么多的辛酸苦辣 也总算是苦精干来了 对于演员邓薇 小儿的观察和了解 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这里小儿将从不同角度 深入研究她的性格 并加入一些个人观点和分析 初次接触邓薇 是因为她在古装剧《长相思》中 扮演的角色叶石七 这个角色与她的外貌和身影相得益彰 让我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最初的好感 更多的是针对角色 而非她本人 对她的了解非常有限 然而随着对她的深入观察和研究 逐渐对她的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 首先注意到她的穿搭品位非常出众 尽管衣物种类有限 但她懂得如何搭配 这样她在我眼中更加信任 这也反映出她的自信和品位 此外我还了解到邓薇擅长绘画 这进一步展示了她的多才多艺 和内敛细腻的一面 她似乎是一个深思熟虑 善于保留个人观点的人 此后 在她与粉丝互动的直播中 等为表现出重粉丝的特点 用一些撩人但不油腻的话语 来表达对粉丝的重视 这种亲和力和对粉丝的关怀 可能源于她的高情商 和对粉丝需求的敏感 与其他一些艺人类似 她善于用真诚的方式表达自己 同时让粉丝感到特别 邓薇的多才多艺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个体 除了演技 她的绘画技能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艺术天赋 表明她拥有丰富的内在世界 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 这些特质使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个充满灵感 和追求卓越的创作者 在她的互动中 邓薇展现出一种坦诚和真实的态度 这是一个明智的艺人所需的品质 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粉丝的需求 更是出于真心对待他们 这种真诚 赢得了粉丝的信任和喜爱 这也为她在演艺圈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因为真诚和真实性 在这个行业中非常的宝贵 松上所述 邓薇是一位倍受喜爱的演员 她以多彩多艺 温柔内敛和高情商的特质 赢得了观众的心 她的坦诚和真实性 使她在粉丝中建立了坚实的信任 同时她的多面性和独特性 让她在演艺圈中脱颖而出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我期待看到她在演艺事业中的 进一步成长和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